臺灣人是要煮第三集的藝廟 為何保長的台市中 今天第一次歡迎標示 發生在每年一月 開始煮第三集的醫治 醫護人員先來煮 不過不會共產民眾 一定要煮 這高端有煮的人出國 要煮不趕快白煮的 這個事情 但是這種進展的回應 他們去批評 今天的標示 說 開始那個時候說得不好 世界各國少年 煮第三集的新冠藝廟 為何保長的台市中 上次說 再來科路在每年一月 開始煮第三人 會以降節白煮的藝廟為煮 針對再來專家 認為第三人只要 跟第二人讓六個月以上 建議優先 讓航空的基礎人員 基礎人員和伊亨人員 上面還有方向的 綜合來生煮 另外 很多人跟萬聖兵 上面賺得比較壞 身體比較熱的人 也能夠提早煮第三人 可是目前病毒已經變成印度株了 但是市長表示 占對第三黨的幾月 要先看藝廟的告費量 也會以煮鑑白煮的方向去準備 如果比較有路 四行規範 又要看專家的建議 還有民眾自己選到 不會強制的民眾 就要煮第三黨 那第一類的伊亨人員 原本就是優先煮鑑的對象 到時也是比較大的比例 會優先煮第三黨 那如果煮高端藝廟的人 如果有緊急出國的訴求 可以煮其他有國際認證的藝廟 就要煮高端藝廟 那當時 當時當時回應說 要不然會怎麼樣 結果改心沒辦法 在這點 當時當時 在拜一再去出席 立法院為官委員會時 聲證說 他那天是說得不好 實際上強調說 他的意思是 如果有更好的建議 可以拿出來討論 現在綜合報道